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我要来咯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比较不一样的香水 它是一个纯天然品牌的 它叫做圣塔玛丽亚诺维拉 Santa Mania Novella 就是这个牌子的香水哦 你可以看一下 很古色古香的牌子哦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香水呢 其实在几年前哦 我跟一个很知名的品牌创办人呢 然后在逛街的时候呢 我本来不知道这个牌子啊 然后他就突然的拉我进去这一间香水店 他就说Chris你有在研究香水啊 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牌子的香水 它非常有趣 它会打破你对一些很多天然香水 还是一些化合香水的一支哦 我本来觉得说 这个香水其实还好啊 因为他们的店家就是有点 类似古色古香 然后方盛的格局 然后再一些木质的座椅 这个对于比较喜欢要浮夸啊 比较吸引创新的味道的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香水应该不是我的菜啊 结果他就一把我拉进去 他就拿了这一支香水 这一支叫做西班牙魅惑香水的 他让我闻 我说哇天啊 这样的味道怎么可能是天然香水 他说是的 他就是用一些天然的香材呢 把一些天然植物的纯粹力量呢 让我们喜欢让我们感动 我就觉得这个香水真的很纯不自然啊 我很好奇啊 我就站在他们的店门口啊 我就看说是哪一些人会走进去哦 果不其然 每进去这间香水店的人呢 他们都有种很特殊的气质 古色古香 然后轻悠悠飘然然的这样耐人寻味哦 这样的香水哦 我真的觉得会穿SMN香水的人 他们都有一贯自己的一个特色 那今天Chris呢 要跟大家好好分析这一排的香水 他真的很特别 那请你不要错过他哦 那依据呢 他们的官网介绍啊 其实这个香水呢 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的13世纪 当时的SMN呢 他们意思就是圣塔玛利亚这个大教堂 可是比起这个大教堂呢 其实他们的药装部比这个教堂更有名哦 而这个教堂里面呢 有一群神父啊 修士啊 他们会在这个佛罗伦斯的这个教堂里面的庭院里 种植一些天然植物还有草药 他们把这些天然植物呢 熟成的时候呢 把它萃取出一些香精啊 然后做成香水啊 香膏啊 也让这些神时人员哦 他们做一些洁生啊 还是有些礼仪祭祀的时候会用 或是供应一些当时的贵族 他们做一些美容的一些相关使用哦 后来随着时代的眼镜哦 这些贵族皇室呢 他们逐渐没落了 可是这个SMN把这些制作草药香水 还是天然香水的这些传统呢 保留下来呢 并做对外的贩售 所以他们家呢 拥有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 去过佛罗伦斯这个历史文化古都的话 你将会对这个SMN这个牌子呢 非常的有感哦 好啦 那Chris呢 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牌子有四只香水 我非常喜欢哦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哦 首先第一只啊 它叫做凯撒林皇后 它是修道士呢 在1533年呢 特别为凯撒林皇后所建制的哦 它香水是由佛首干啊 柑橘啊 白花啊 还有异国的辛香料的新鲜 所组成 并在凯撒林皇后与法国亨利国王 举行婚礼的时候呢 将这支香水呢 带到了法国 它是一种新鲜的柑橘花束味道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香水 凯撒林皇后 她也是啊 她们品牌呢 唯一没有刻任何标签 就是以她名字 当作品牌的名字哦 这支香水呢 要在介绍她之前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谁是凯撒林皇后呢 她是意大利的一个女皇 然后她嫁给了法国国王 当时呢 在意大利 他们是穿了高跟鞋啊 穿了一些紧身的素腰裤啊 可是在法国就是一个很野蛮的一个文化哦 而当时的意大利呢 他们用刀叉来讲求餐桌礼仪 可是在法国人呢 他们就是大口大口的肉呢 往嘴巴里面塞 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凯撒林皇后呢 她在婚礼的时候呢 带了她的爱香 就是这支香水的这个配方呢 到了法国去 而彻底改变了法国 然后使法国呢 逐渐变了一个时尚文化之都哦 而这支香水呢 她从1533年的这个经典配方 一直延诱到现在 她的一丝一毫的那个成分呢 她的公式呢 都没有被更改 这也成为很多我们现在 很多橙花钓啊 还是一些柑橘钓的香水的一个经典典范 比如说 Aqua di Palma啦 或是Townfort的那支暖洋橙花啦 或是杰尼亚的地中海橙花等等 这些经典气味的橙花柑橘钓的香水呢 基本上呢多多少少都有都有参考到这支香水的一些结构成分来做一些发想 那这支SMN呢 同名的香水凯撒林皇后呢 她其实有一种非常复古的那个佛罗伦斯的那种 就在游走于街头的浪漫情怀感 也就是就是怀旧历史的这种氛围啦 她比较类似那种传统的古容水 然后她添加了一些 呃橙花啦 还是熏玉草啦 迷迭香啦 清新的柑橘啊 然后掉入了那个水样水样的波纹感觉之中啊 你会感觉就是炎热的天气 然后插上了椎枝 就有一种很舒爽 然后有一种凉凉的那种微风 她不会凉 可是她就是让你感觉就是很舒爽的那种 舒爽洁净的感觉 那你穿上这一支啊 她也会让你联想到就是沐浴后的那种清香 那种很舒适愉悦啊 不会黏腻 也不会感到很厚重 我觉得她非常适合大家来穿着 就是男女两性啊 还是你不管什么时候 穿这一支都非常的适宜哦 那如果你喜欢那种有点粉串花香 还是有点绿郁的那种柑橘果香柠檬的感觉 这一支非常推荐你入手 所以这一支香水 她拥有了好穿 那也有了香水的历史故事哦 在SMN呢 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你要认识这一家香水的话 我建议你从这一支凯撒林皇后呢 开始入门哦 她非常的好穿 再来第二支要跟大家介绍了是 薔薇玫瑰 它是14世纪呢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古老配方 它萃取自托斯卡尼的青叶薔薇 以薔薇的浓郁香气为基础 用鲜花的颜色与语言呢 传递我们激情的感情 再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 他们家卖得非常好的这支薔薇 也叫做玫瑰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瓶子后面其实有写一个Rosa 就大概这样子 有看到吗 好的 那这支玫瑰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并不会随着天气的凉暖呢 还是体温的上升下降 而产生的气味的变化 可见这支玫瑰 萃取的浓度之高呢 真的是由此可见 而这支玫瑰呢 它在官方的一些香调表的公布呢 它只有公布就是蔷薇 如此简单而已 它虽然说只有玫瑰的成分 可是它在我身上 其实有表达出玫瑰花瓣的柔韧啊 还是有一些天竹葵的绿意花香感 就是荆棘刺刺的感觉 亦或是有一些广惑香的土质 其实我都有闻到它哦 我在使用玫瑰香水的时候啊 如果你喜欢一轮玫瑰的话呢 其实这一支SMN的这支薔薇玫瑰 你也可以试试看 它把玫瑰最真实的样貌呢 表达得非常彻底极致 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它呢 它其实虽然有点类似于 Krid的有一支叫做宝加利亚玫瑰 也是属于比较传统老派经典的那种玫瑰花香 可是如果你稍微研究它一下 你会非常爱上它 怎么说呢 其实这支玫瑰花跟修道月呢 脱离不了关系 我穿上它之后呢其实你会感受到 这支玫瑰的纯洁无辜感呢真的是做得相当好哦 我们去教堂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佛罗伦斯那一个圣母百花教堂 你一进去啊 它会有一个圣母玫瑰的那种很纯洁之感 又或是在它那个有一个回廊旁边长满的玫瑰花虫啊 或是它交错的那种拱形的天顶梁柱啊 它有一些那种很美丽的那种和尚团的那种歌声围绕在那边 就很像这支玫瑰香水它所引爆出来那种感觉 有点玄圣清幽又无辜又耐人寻味 完全赤膚在这支玫瑰花香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玫瑰的花香美好呢 就是在这支香水呈现的非常厉害哦 那也因为这支玫瑰花香呢 它真的实在太过纯粹 有时候你穿这支玫瑰好像觉得 好像在穿玫瑰精油的感觉 我建议你如果你真的喜欢玫瑰多一些果香 还是玫瑰多一些土质感的话 这支强为玫瑰香水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柔香的素材 它真的质量太过优秀 如果你喜欢玫瑰花香的人啊 这支请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哦 它真的太过纯粹的玫瑰香气咯 再来第三支要介绍的是茉莉 茉莉呢 它其实是一款香甜细致的纯粹花香 它非常女性化 而这个茉莉呢 原产自波斯 它以前曾经作为精油 后来在16世纪的时候呢 这些传道士呢 把这些茉莉呢 种植在校团里面的花园 并结合托斯卡尼的婚礼 这些女性呢 常常在头发上呢 系上的带有茉莉的花罐 用鲜花的语言呢 让茉莉呢 象征着性感纯粹 再来是这一支第三支茉莉 它真的很特别 它也是SMN的 女排里面的 其实被低估的一支香水 因为茉莉花 因为品种还有产地的不一样 它产生很多不同的味道 大家所熟知的茉莉花呢 应该是属于比较 有茉莉花茶感啊 多少带一点 就是蜂蜜啊 还有蜜糖的感觉 其实在欧洲 尤其是法国哦 他们有一些茉莉花呢 是开得非常的盛大哦 它的茉莉花呢 其实有带有一些 腐臭的那种 银朵味道 而这个银朵味道呢 其实在亚洲 华人来闻到 其实很多人会怕这种味道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闻到这个味道 我非常就是很享受 我认为说 花香一定要有银朵味 才会有一些腐烂 它会有一些花开饱满的感觉 才会有一些真实感 我非常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觉得这种就是有一些花开腐烂感 才符合到天然的特质吧 而这样的味道呢 其实在这支香水 这支茉莉花香水呢 其实它也是表达的非常完整哦 而这支茉莉花香水呢 它的香气唇性 我们跟大家去解释呢 首先你一定要习惯银朵味 这支茉莉花 你可能可以试试看哦 那它的一开始呢 其实就是茉莉跟银朵 非常的大爆炸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穿着 它的银朵味其实没有那么恐怖 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茉莉花 然后有一些水气啊 然后这样爆炸开来啊 就是凉凉的 它不会 它不是一般我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个茉莉花茶 它就是很真实的茉莉花 然后有些水气 像茉莉花在夜晚它盛开样子 然后有一些水啊 然后散透出来那种感觉 流泄了一下那种 哇茉莉花水气 这样质感 然后到了中味呢 我个人觉得它有点类似那茉莉花 然后连结那些葡萄藤蔓 有一些绿意啊 有一些酸甜的感觉 而这个酸甜呢 并不是说这个茉莉花 它有加入一些果香调 没有的哦 它其实就是银朵味 然后到中段的时候 就变得有点酸 有点甜 然后加上茉莉花结合 它把茉莉花的青色啊 青绿啊 文明浪漫的感觉呢 变得很像就是 托斯卡尼很多那种新娘 他们要结婚时那种焦色那种 就它会带一个茉莉花罐在头上啊 迎接它那种浪漫啊 然后唯美的一天 就类似这一支花香的中段表现 我觉得这一支茉莉花 它有达到我喜欢 真实的茉莉花香也迎朵了结合 它还不错 如果你喜欢真的纯天然的茉莉花香的话呢 这支香水呢 你可以试试看哦 也是他们家蛮特别的一支香水 那如果要总结这支茉莉花香呢 我会说Adjasmin is Adjasmin 它就是茉莉花的一切 我会推荐给任何喜欢茉莉花粉丝的朋友使用哦 再来是最后一支啦 它是以西班牙皮革为灵感的干燥木质香水 它是一种古老的香水融合了原始配方的精华 自16世纪以来呢 一直用于香水皮革的阳刚气格类型 它带有独特的花香 富有树枝和辛辣味 再来是这一支 这支叫做西班牙魅惑 这支香水呢 这一家纯天然品牌的香气呢 其实有点不太大嘎 我会觉得这些香水怎么会有一种 那种尖锐尖锐的那种烟熏感 那种就是皮革调 那我想说 诶你不是纯天然 怎么会有这种味道呢 后来我研究一下 原来它是来自于那种 天然白话术的那种烟熏芬芳调哦 蛮猎奇的 可是我觉得它也蛮心灵时尚 我会联想到三十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穿的这一支呢 就散发出那种金色光芒之地的肉体呢 那种男生呢 就很像太阳神阿波罗 展现那种自信芬芳的感觉 揭傲一试 这个大家应该会很喜欢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那种 猎奇新颖 好穿时尚啊 这支西班牙魅惑 你一定要去试试看它哦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西班牙 它为什么叫做西班牙魅惑呢 其实我去过西班牙大概有三周的时间哦 西班牙的男生呢 他们其实不会像法国人哦 像法国人他们就是可能倒垃圾也要穿西装啊 去倒垃圾 其实西班牙他不管是上班还是去哪里哦 他们常常就是汉衫吊嘎 或是夹脚脱 然后就走出去了 那西班牙人很奇怪哦 我发现他们的男生哦 他们胸部的尺寸呢 甚至比女生丰满的那个 傲人的上位还要大 他们就是大拉拉的 我就是我 我就即使穿着吊嘎 然后走在路上 我不怕你 我就是很有自信 优雅 然后颓废 并存 那刚好符合到这支香水的形象 西班牙魅惑 如果你喜欢那种原始天然 纯粹又优雅时尚 共存的话呢 这一支西班牙魅惑呢 绝对会是你的首选 摔到不要不要的哦 那今天要把一个品牌呢 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四支香水咯 而这个品牌呢 SMN呢 其实在台湾也有贵位 其实大家走过去呢 不妨去进去他们店内呢 去跟他们店员寒暄啊 或是去了解他们的香水呢 我相信呢 你对香水呢 会有更截然不同的认知哦 并且他们的香水 就是走那种经典历史复古 非常的可爱 其他有很多香水呢 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穿着咯 如果你喜欢Chris今天介绍的话呢 你的支持鼓励呢 就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哦 请你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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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